父母需要为孩子们做出很多的东西,尤其是年龄还很小的孩子们,当小孩子干出生的时候,父母需要照顾好小孩,无论是他们的生活,还是他们的教育,父母都需要非常重视,而且养一个孩子,需要花费很多的钱,生完孩子后,宝妈穷的不好意思出门,这三种宝妈穷你占几条。 第一点,没有钱给自己花生过孩子的妈妈们都知道,养孩子比生孩子还要辛苦,因为养孩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,而且这件事情还需要花费很多的金钱。 孩子们需要吃好的,穿好的,父母们还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,让他们有更好的老师,能够上更加国际化的学校。 而且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,有很多的才华,所以父母就需要赚更多的钱,让孩子们有更多学习锻炼自己的机会。 这样一来,父母们赚的钱都花,在了孩子们的身上,等到妈妈们需要会给自己买什么东西的时候,就会出现没钱的状态,因为孩子们每天都需要花钱。 而且这些钱都是父母们应该去花的,这些钱对孩子们有很重大的意义,可以让他们变得更加的优秀。 所以说妈妈们就变成了一个穷人,什么东西也不能够给自己买,就算妈妈们有钱,他们也舍不得用。 当了妈妈之后的心态,也是不同的,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好,一切东西都可以让给孩子们。 第二点,没有自己的时间当了妈妈之后,需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,带孩子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。 这其中有很多的讲究,无论是好照顾好孩子们的吃穿,还是其他方面,妈妈们都需要注意很多的事项,否则一个不小心,就会伤害到孩子们。 所以说妈妈们的大部分时间,都在照顾孩子们,陪伴着他们,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。 所以说妈妈们也失去了自己的时间,没有了自己的生活圈。 每天需要做的事情,就是做好家务活,将自己的孩子给照顾好,先要和朋友去一下会的时间,都是没有的。 这样一来,妈妈们所有的时间,都放在了孩子们的身上。 第三点,变得又老又丑,很多女性朋友们在生完孩子之后,都成为了黄脸婆,因为她们非常的辛苦,不仅要在外面上班,还需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,到妈妈上了一整天的班,回到家里之后,还需要照顾正在哭闹的孩子们。 这样一来,妈妈们的休息时间就会减少很多,妈妈们不能够休息得好,皮肤的状态自然也会下降。 这样一来,很多妈妈都变成了又老又丑的老女人了,生完孩子后,宝妈无法摆脱的三种深入骨髓的穷,别以为你能逃过。 那么你们有这些情况吗?我是生吗?在育儿方面有丰富的经验,育儿知识,可以我的账号,有任何关于宝宝成长发育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